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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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潮指标是一种成交量指标 用来衡量买卖力度的强度和预测价格 OBV指标的变化 可以揭示出成交量的变化情况 可以揭示出成交量的变化情况 情形提供有关股价趋势的方向 以下是运用 OBV指标来判断股价未来趋势的方法 第一是观察OBV指标的上升或者下降趋势 当股价上升 而且成交量增加时 OBV指标将会出现上升趋势 表示买方力量强劲 股价上升趋势可能会延续 相反当股价下跌 而且成交量减少时 OBV指标将会出现下降趋势 表示买方力量强劲 股价下跌趋势可能会延续 第二是观察OBV指标的底背离和顶背离 当股价下跌 但OBV指标上升时 就称之为底背离 表示买方力量正在增强 股价可能会反转向上 相反当股价上升 但OBV指标下降时 就称之为顶背离 表示卖方力量正在增强 股价可能会反转向下 第三是观察OBV指标的急速上升或下降趋势 股价就有掉头向下的迹象 表示走势上升乏力 即将转势 是明显的卖出信号 相反 当OBV线急速下降时 代表大量卖盘涌现 股价下跌 而且在止跌之后都需要一段时间调整 投资者适宜观望 如果底部开始形成似状的曲线 或者会在短期反弹 是明显的买入信号 OBV指标的变化 可以帮助投资者追踪股票的强势或弱势 从而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但OBV指标只是判断股价趋势的一种工具 应该结合其他技术的指标 以获得更准确的交易信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